好 昨天消息 北捷发生了迟到攻击事件 有一名男子呢 疑似为了要抢博爱座就拿剪刀 企图要攻击座位上一名20岁的乘客 而其他民众看到呢 是马上通报占务员 警方事后呢 也逮捕了这名嫌犯 林静岳记者何冠毅 好 如果可以看到画面上面这名推车的男子呢 是走上了捷运车厢 看到有这个年轻人呢 坐在博爱座上 要求对方是起来让座 甚至是一度动手拉扯对方的领子 那么后来呢 还从这个推车里面拿出剪刀 又攻击对方 幸好呢 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那么这起事件呢 是发生在昨天晚节 大概十点多 台北捷运的绿线车厢内 那么当时这个列车从新门站正起往小南门站 而这名男子呢 疑似是为了要到博爱座上 另外一名男子让座 双方是起了争执 那么没有想到呢 他竟然是拿出剪刀攻击 那么后来下的乘客下的是赶紧按铃通报站务员 这名男子最后是在台边大楼才被警方拦下 现在是依照大众运输法罚的一万人 也会依照这个恐吓公众罪送办 那么目前呢 警方也要进一步了解详细的冲突原因 以上就像这件情形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